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却一直不带有鱼摇勾 我就发觉一个现象 我的飘老是抖动 但是就是不吓跳 盘车钓等着就是那个鱼摇下去的那一口 要不然就是平飘嘛 要不然就是平飘 但是它就是不出现这两个情况 后来我分析我的 我的鱼吊住是不是有一点问题 废子重了 飘大人 开鱼比较狡猾 有点挡可 换掉 换上我的小飘 这个很方便 把手机拿出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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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手机放上去 这是我们装用来对付大鱼鱼的 刚才你带我男朋友上一会儿 帮你打大鱼鱼 我把小换手 现在就等着重鱼吧 这个拿鱼 从我自己的盘车来 然后我的小鱼鱼 小水下去之后呢 它会很快的开口 所以说我的端子 是直接在手上吊的 吊的 然后两分钟 就把那个鱼中起来了 我们盘车列车 它就能够在最恰当的实验 最恰当的标点 选择最恰当的标准 盘车是最顶口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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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盘车是最顶口的